商业汽车保险 什么时候我们要买商业汽车保险呢 有两个情形 第一就是你的registration 如果车子是under公司的名义的时候 你要买这个commercial的auto insurance 往后另外一个地点就是 如果你是个人名义拥有这台车子 但是是商业用途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应该也要保商业汽车保险的 因为如果你是个人的名字拥有这台车子 但是你每一天在路上只是在运货啊 或者是做工程的时候 这个风险来得比较高 保险公司的收费上带就会高一点了 那所以如果你是个人车子用商业用途 如果发生意外的时候 保险公司有可能会reserve他们的权利物理赔 那所以这部分你要小心 此次你可以把你的情形跟agent讲 往后agent就可以给你报价 还有告诉你应该怎么去保释比较妥当 如果你买了商业汽车保险以后 那是不是你所有的员工都可以开这台车子呢 其实不是 因为某一些保险公司 你开车的人一定要schedule driver 就是把driver的名字 加在保单上面 这些人才可以允许他开车的 那这些人每一年 保险公司都会看他的record 往后去计算风险 往后算保费 如果比如说你有新的员工进来 其实你要跟agent讲 免得新的员工名字没在保单上面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那发生意外没有得理赔 某一些保险公司有一些要外的例子 但是最好还是根据保险公司的方法 把车子保险好好的保 要记得 其实买了车子保险以外 一定要买劳工保险 因为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是在工作 那如果司机发生carsion的时候 他的身体受伤是under在这个劳工保险的理赔范围 还有车子里面的货又另外在买cargo insurance 那因为车子保险只是保车身 还有意外发生的这个责任险 那所以所有的风险应该要跟agent讨论好 免得有一部分发生意外的时候没有理赔